大會主席劉錫坤院長 現場各位貴賓 電視機前 還有網路上的全體國人同胞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109年的國慶日 今年因為疫情慶檢的規模縮小了 但所有的國人同胞 無論身在何處都發自內心 慶賀中華民國台灣度過了重重挑戰的一年 2020這一年 在新型冠狀病毒威脅下 無論是台灣或者是全世界 都是驚濤駭浪的一年 但是也因為這場全球性的危機 才讓國際社會看到台灣 堅韌之島的特質和能耐 我們沒有封城 沒有關閉學校 也是世界上少數還能夠在管制措施下 開打職棒 舉辦大型議員活動的國家 我們更展現了傲人的國力 將防疫物資送到世界各地 從今年3月以來 有超過3,300篇國際媒體報導 都在談論台灣的防疫表現 台灣在國際上的面貌 越來越清晰 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亮眼 這樣的成就 要歸功於全體台灣人民的團結合作 除了最辛苦的醫護和檢疫人員 我們也要感謝製造業攜手投入防疫物資生產 科技業開發APP 藥師朋友 超商員工 協助發放口罩 還有我們所有的民眾 儘然有序地配合各項的防疫措施 我們也看到 臺灣歸來的國人 依規定居家隔離檢疫 旅行業者提供防疫旅館 租人車業者提供防疫車隊 餐廳娛樂場所 落實實民制規定 因為全國上下一心 我們守住了疫情的防線 讓臺灣成為世界的模範生 當日本的申喜郎前首相 捷克的韋德齊參議長 美國的阿扎爾部長 和克拉克國務次卿相繼來訪 表達他們對臺灣的敬意的時候 相信許許多多的國人 都感到無比的振奮 透過因應疫情的挑戰 我們證明了 國家在秘境中的生存能力 建立了國民自信 更重要的是 我們團結了 因為我們深刻的體會到 守護家園的重要 所以這一年 確實是一個辛苦 而險峻的一年 但也是豐收的一年 今天大會中 邀請到各行各業的防疫英雄 來為我們領唱國歌 其中有很多我們熟悉的故事 像是賴碧蓮護理師臉上光榮的口罩壓痕 或者是張碧蓮護理師 瞞著家人出任務 陪伴學友並少年返台的感人的事蹟 還有更多的無名的英雄 不曾被報到 因為這一場戰役 有太多人的投入 有說不完的故事 我要請現場的好朋友 用最熱烈的掌聲 再一次給我們的防疫英雄們 滿滿的感謝 謝謝他們為臺灣所做的付出 因為疫情控制得當 臺灣成為全球少數可以維持經濟正成長的國家 我們也為了疫情後的經濟發展 超前部署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正在積極規劃推動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也已經分歧編列特別預算加速進行當中 最讓我們感到振奮的是 使國人及企業 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信心更強了 臺灣資本長期以來外流的趨勢 已經翻轉過來了 我們迎來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資金回流潮 臺商反臺投資已經超過新臺幣一兆元 還有數以千億劑的 謝謝我們的臺商朋友 還有數以千億劑的海外資金 正在陸續匯匯 許多外商和知名的跨國企業 也在加碼投資臺灣 這些都是現在進行事 在國際經貿合作的領域 我們也有不少實質的進展 臺灣和美國 將進行高層經濟對話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 科技合作 基礎建設等領域 尋求未來合作的空間 上週 臺美雙方宣布 已經完成簽署臺美基礎建設融資 及市場建立的合作架構 雙方將攜手投入美洲 以及印太地區的基礎建設計畫 臺美經濟合作的深化 已經進到行動的階段 這也是我們在國際經貿合作上 尋求全面性突破的開始 不過 我也要提醒國人 全球疫情還沒有結束 疫情帶給各國的經濟 社會層面的複雜挑戰 仍然是很嚴峻 展望未來 我們還有更艱巨的挑戰 等著我們去克服 疫情後世界經濟的復原 人類生活型態的轉變 全球以及區域貿易情勢的劇烈變化 還有經濟秩序的重整 每一項都考驗我們經濟的續航力 以及整體的應變能力 面對數十年來最大的內外變局 臺灣會持續展現我們的韌性 政府會漲好多 朝三個策略方向前進 打造大家所期待的新臺灣經濟 首先 我們要全力全方位投入供應鏈的重組 現在 全球供應鏈的快速解構跟重組 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各地台商也正朝向區隔市場 轉移生產基地 回來投資等方向加速調整 我們已經在推動的5加2產業創新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造源投資計畫 新來向政策 臺灣經濟合作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等等 都和供應鏈重組息息相關 我們會將這些相關的政策和計畫串聯起來 並且整合政府和民間的資源 以及跨部會的能量 全力全方位的投入 讓臺灣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 第二 我們要打造臺灣成為國際資本 人才及數位技術匯聚的重鎮 未來供應鏈的重組 最關鍵的元素是資本 人才 以及邁向數位經濟時代的核心技術 我們將會在吸引國際資本跟人才的環境及法治上 持續地深化改革 排除障礙 同時也會透過國際交流 產學合作以及雙與國家政策的努力 積極培育國內的產業人才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會運用臺灣在資通訊 半導體 物聯網 人工智慧等優勢 開發及掌握核心技術 加速推動產業跟經濟的數位轉型 第三 我們要全力落實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展 疫情後的經濟 產業的發展 可能會有失衡的風險 資金供給的大幅增加 也可能帶來後遺症 所以 未來政府會更加重視資源合理分配 照顧因為經濟轉型而受衝擊的弱勢族群 加強促進青年就業 引導資金進入最有效的利用 讓臺灣經濟再起的紅利 可以讓全國人民共享 當然 臺灣經濟的前景 是有賴於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們很清楚 示弱 退讓 不會帶來和平 只有自我準備充足 憑藉著堅實的防衛決心和實力 才能保障臺灣的安全 維護區域的和平 精進國防實力 降低戰爭的風險 這是當前我們國防政策的原則 這段時間 面對對岸基建的騷擾 台海情勢雖然比較緊張 但是我們的國軍都能夠及時掌握和因應 達成防衛固守的任務 這幾年來 只要我有時間 我就會前往部隊看看我們的國軍官兵 從高山上的空軍列達戰到返航靠港的海軍艦隊 從在陣地操練的火炮陸軍部隊到培養年輕軍事官的學校 我的目的 不僅是要對這些日夜輪班保家衛國的軍人說一聲謝謝 也要讓我們的國人知道 國軍是我們的家人 也是國家主權 自由 民主 最強的後盾 在跟國軍官兵互動中 許多故事堅定了我的信心 我還記得 當我到第一線空軍部隊的時候 警戒室裡 隨時準備緊急出勤的飛官 充滿信心的告訴我 務必將空防交給空軍 我也記得 我在陸軍工訓中心 看到我們女性軍官 帶領的工兵同袍 展現出逢山開路 遇水架橋的氣魄 在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則有穿戴重裝備的弟兄姊妹 奮勇潛入海底 排除障礙 這就是中華民國國軍 他們不分前線後勤 不分男女 都是我們的子弟 都有共同守護國家的信念 這段時間以來 也有國軍弟兄姊妹 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為國受傷甚至殉職 我們感念他們的付出 並且以英勇盡責的國軍為榮 身為三軍統帥 國軍的未來 未來的國軍 就是我最欣欣念念的事情 面對對岸的軍事擴張和挑釁 我們會持續強化防衛戰力的現代化 並且提升不對稱的戰力 在外購武器裝備的同時 我們仍然堅持加速推動國防自主 高教肌國造 潛艦國造 已經有相當的成效 我們將以雙軌並進的方式 來強化我們防衛的實力 不僅武器裝備性能正在提升 國軍更需要有素質優秀的戰士 除了提升志願從軍官士兵的專業素養 更要建立有效的後備制度 來強化國軍的人力素質以及戰力 這段時間以來 相信有許多被教育召集的後備軍人 都覺得教招變得更加的矜持了 而在長後一體的原則下 接下來後備動員制度的改革 將會快速的推動 面對區域和平穩定受到威脅 我們堅守不畏戰不求戰的原則 避免擦槍走火 國防部也會適時發布共軍的動態 和周邊國家交換資訊 強化安全夥伴角色 也讓國人明瞭台海動態 讓全民國防更加堅持 這段時間 我們都密切注意著區域安全情勢的變動 從南海 東海主權爭議 中營衝突 到台海局勢的變動 乃至於各國關切的港版國安法實施 印太區域的民主和平與繁榮 正受到嚴峻的挑戰 區域內的國家 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跟民主體制 不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而展開了各種形式的合眾聯合 已經導致這個區域發生前所未有的情勢變化 我們要把變局的試煉轉變成歷史的機遇 我們堅持主權 以及守護民主價值的原則不會改變 但在策略上 也會保持彈性 靈活應用 情勢在改變 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來 才不會在變局中隨波逐流 甚至被別人決定了命運 我們將積極參與未來的國際跟區域新秩序的建立 我們會秉持價值同門的原則 在國際社會廣結善遠 並且跟理念相近和有我的國家 持續提升夥伴關係 我們也會更積極地參與區域及國際的多邊合作和對話 維持和平 促進繁榮發展 這就是中華民國臺灣 在區域中最重要的價值 我們要做良善的力量的倡議者 將進步跟良善的價值 推廣到全世界 我也注意到 對岸領導人最近 在對聯合國視訊演說中公開表示 中國永遠不稱霸 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 在區域國家乃至於全世界 都在擔憂中國擴張霸權的此刻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真正改變的開始 尤其在全球高度關注印太及兩岸局勢變化的重要時刻 北京如果能夠正視臺灣的聲音 改變處理兩岸關係的態度 和臺灣共同促成兩岸的和解和和平對話 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區域的緊張局勢 面對兩岸關係 我們不會冒進 也會堅守原則 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利益 我們有決心維持兩岸的穩定 但這不是臺灣可以單方面承擔的 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 現階段兩岸當務之急 是本於相互尊重 善意理解的態度 共同討論和平相處之道 共存之方 只有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 改善兩岸關係 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 我們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 這就是臺灣人民的主張 也是朝野政黨的共識 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 臺灣人民在對外關係 以及國家安全的議題上 彼此的距離正在拉近 臺灣人民都希望區域的和平繁榮 能夠安定永續 朝野政黨之間也是如此 像是最近在立法院 在野黨提出促進臺美關係的議案 獲得朝野黨團的支持 無意義的通過 還有六都首長一致對外 共同抗議 成功地更正了國際組織 矮化臺灣的做法 這些都是跨黨派合作 團結表達立場的表現 我想透過這些例子 呼籲並且請國內各個政黨 一起攜手努力 對內互相競爭 立場爭鋒相對 是民主日常 不過為了國家的生存發展 為了民主自由的價值 對外 我們應該團結努力 攜手帶領國家 度過挑戰 就如同過去七十一年來 臺灣經歷的一切 混淨磨練出我們的堅韌 挑戰激發我們的志氣 一場疫情可以凝聚出臺灣人民團結的意識 給我們繼續前進的勇氣 我們守住疫情防線 發展經濟戰略 穩定區域情勢 捍衛臺灣的安全 為的是什麼 就是要把一個壯大的國家 留給臺灣的下一代 今年的金曲獎 我們也看到了年輕世代 蓬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他們用各種曲風 自信地唱出自己的母語 呈現出對各種議題的價值觀 尤其是Kinaka Young 母親的舌頭 這張專輯獲得了年度專輯獎的大獎 這些年輕的創作者 雖然風格各自不同 但都能夠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也為臺灣的多元文化做出最好的詮釋 而支撐起這一切的 就是我們民主自由的環境 我們現在打拚的一切 都是為了下一代 讓世世代代的臺灣人 可以在創作上展現自信 也能對土地的文化和價值感到光榮 並且勇敢地走向世界 在中華民國國慶的這一天 我們也一起許下願望 願20年後的臺灣人 回想2020年的時候 會想起正是在這一年 因為我們在時代中把握機遇 在變局中勇敢地前進 克服了挑戰 擺脫了枷鎖 讓他們有真正以自己的意志 選擇未來的機會 從現在起 就讓我們團結彼此 一步一步 有路 我們就援路唱歌 沒路 我們就了解過命 一起朝有光的地方前進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